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送的比例就成长了三到五成 加上民众在家里自己开火 冷冻水饺需求加大 多元的营运模式 也让他们即使在防疫期间 整体业绩还是向上成长 台湾有14万家的餐饮业者 每年创造超过8000亿元的商机 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 对于餐饮业的影响相当的大 由POSE系统业者就做出2003年SARS时期的对照 发现有惊人的相似 第一个月的营收都衰退了7%到8% 随着时间的推移 衰退的幅度还会来到双位数 而餐饮业者又该如何自救 把干姜切块 另一边还有台湾产的新鲜蒜头 这些都是养生茶的材料 依序先将姜加入锅中 然后再来是蒜 滚水煮一小时 可以暖身又暖胃的姜蒜茶就完成了 是为了配合防疫推出的饮品 原本我们附的是红茶跟咖啡 那现在不只吃的餐盒很健康 那连喝的饮品也是健康取向的 他们会喜欢 比如说连小孩也帮他们点一份这样子 防疫期间民众更重视健康管理 主打健康餐盒的业者 加码赠送提升免疫力的饮料 配合外送平台 业绩成长20% 我们注意到在三月初的时候 受到南韩以及意大利疫情爆发的影响 国内的餐饮消费其实有稍微的紧缩 那这个就是当时在SARS的情况 没有的国际情势的影响的因素 疫情虽然对餐饮业带来冲击 但专家也说这将是转型的好机会 要强化卫生的观感 消费者其实现在很需要让人安心的店 强化就是外送套餐的这种组合 就把外送的通路能够好好的经营好 能够让外送这件事情上的毛利 也不要受到影响 同时做好成本控管 强化餐厅体质 才有机会在疫情多变的未知数中 度过业绩黑暗期 三立新闻 渝城湖旅培军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